跟我們的副總幹事 跟我們所有的校內的同仁 媒體的朋友 以及我們所有的同學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首先帶著我們國立藤人大學 熱誠的歡迎我們的副市長 跟鐵心公司進化局所有的貴賓 力臨到我們學校 今天是我們國立藤人大學的 年終記者會 我們也是第一次年終記者會 從我們的國際會議廳 然後合併我們的城鎮大樓的中庭來進行 主要是搭配我們今天的智慧型的 供電系統的示範屋的一個展示 那因為示範屋需要太陽能 因此我們就是配合我們的天然的一個景觀 特別移駕到我們的中庭 我們的倫敦國際發明獎的金牌的榮耀 那剛剛在我們的國際會議廳就進行相關的頒獎 跟分享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期盼透過這樣的一個產學合作案 能夠將我們學術界研發的成果 能夠提供給產業界來進行產業的一個研發開創的一個面向 那我們台南大學是最早在民國九十幾年 我們教育部就特別指定為綠社大學的示範學校 因此對於相關的氫燃料電池 是由我們的環山學院的黃院長來加以協助研發 那我們的綠能系的張嘉欽張主任 是負責我們的鋰電池的整個研發的工作 而我們的副藥型老師就是跟我們的太陽能的一個部分 進行相關的研究 那能夠透過研究 然後呢將研發的成果跟產業做相關的一個合作 這個是目前教育部的重點之一 也是我們台南大學非常努力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創新育成中心 也跟我們台南市非常多的產經協會 一起進行相關的一個合作的一個試營 那我們期盼透過這樣的一個產學吸手合作 能夠將學術界的研發成果 跟產業界的一個產品能夠做結合 那今天主要的一個示範 是我們的智慧型的家庭供電系統 它能夠在太陽很強的時候呢 進行太陽能的一個轉換 那當太陽光比較不那麼強的時候呢 可以做自動的切換系統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其實是能夠極彩極右的一個方式 所以呢我們也要特別代表學校 感謝廷新金屬集團跟我們學校有這樣的一個合作關係 所以今天也有這個示範屋的一個監察的一個活動 那再一次的謝謝我們的所有各界的一起協助 那祝福大家 謝謝 有大概有52件 那產學合作總共有9件 那這是有技術移轉的這9件 那主要大部分有些是職外光偵測器 還有LED方面是比較多 那另外還有一些在一些自成設備協助廠商做一些的開發 另外就是高功率LED錄燈 這些就是說光學的設計 大概是這幾項 那其中研究比較多的是高效率的這個LED的元件 還有相關固態照明 那主要研究特別以最近來講 一個比較新的開發出來 就是一個奈米的SL2 這個無岸化放在藍寶石基板上面 那這個可以改善目前藍寶石基板 因為目前是用直接10顆藍寶石 這是一個非常高難度 成本非常高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就提出來這個構想 目前也實現出來 那它可以改善目前發光效率 還有累進的品質大概有35%以上 那目前來講 也被業界所採用 那有申請通過兩個專利 一個是在中華民國的專利 這已經申請還不過 另外美國專利也是在今年的7月16號都有通過 那第二個是新型的太陽能電子的關鍵材料 那我們用比較低溫的合成的方式 就是合成這個CGTS1或CTS1這個奈米顆粒 那我們也開始在嘗試用一些非真空 不光是合成另外是圖布 那這個可以取代現在像 那個CG板或CHS這些分冷材料 因為這些製成滿貴的 那也要能夠大面積量長的話 這個是有很大的困難 那目前來講都還不錯的研究成果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也合成這個CIS或AS這種量子點 螢光體 那今年也是獲得一個彩學合作 那這個目前我們先把它應用 可以取代高燒結的樣子 這些螢光粉 那我們這個合成可以提高LED的顏色性 從大概不到80%我們可以提高到90%以上 那這個未來來講 這也可以應用在生醫工程 甚至因為是無隔 目前來講有些應用它是含隔 應用在人體做一些標革癌症的治療 那這個我們這個材料開發可以取代 那這個安全性也更高 再一個這是目前我也輔導一家廠商 那目前進度在台南大學育成中心 那他們主要著重的就是這個LYSO這種閃爍晶體的成長 那目前我們一面從事設備上的開發 一面就是在晶體上的這個成長 那這個主要是應用在PET就是正子攝影 那正子攝影是目前其實在醫療上 它是解析度精密度最高的一種 那特別在對於癌症的這些的治療上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這裡所使用的一個核心就是這個閃爍晶體 那這閃爍晶體一台正子攝影大概需要有1萬多的Pixel 那所以其實這個來講使用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目前來講正在輔導這一家廠商 那他們也在安平工業區域這邊開始已經盛產了 那我想以上的報告到這裡 那也非常謝謝就是台南大學還有理工學院 那這邊在研究過程中有很多不光是在設備計畫學校各種資源 給予我這邊的朋友記者 大家好 好 今天是我們鼎心公司集團跟台南大學合作的那個產品發表會 希望大家能夠用這一套系統的眼光來看 看這一次的展覽 感謝大家 感謝各位貴賓 謝謝 謝謝 我們的副主任 副主任 高平台南大學社會的服務團隊 還有很多相關的廠商 大家 鼓安大家好 好 站在這個台上其實是有很多很多的感觸 那最近我參加一個活動 他告訴我們說我們要愛護地球 愛護地球 那我們想想看 地球的誕生已經51年了 那地球51年誕生之後其實大部分都沒有生物 差不多在四五億年前才開始有他的生物 就是我們的病毒、細菌 那其實寶寶的人類 大概是兩百萬年前才開始有 那現代人也只不過是十萬年前才開始有 那所以 地球 沒有人類 地球還是在生存 所以我們不用救地球 地球不用人去救他 不用人救他 那相反的呢 如果人類沒有地球 在整個浩瀚的宇宙當中 可能目前還找不到一個星球 是可以讓人類去居住的 所以我們不是保護地球 其實藉著保護地球 來愛護人類 我們希望留給我們子孫 一個可以永續生存的一個環境 那我們想想看在過去 這個有人在 罵薩斯提出人口論之後 有人在問說 到底地球的數目人口是多少 那當時談到說 差不多12億到15億 那當時的整個動力來源 是用煤炭 用煤炭 那在二次大戰的當中跟之後呢 就發現了石油是個合法能源的來源 所以我剛剛也跟葡董事長談到說 整個石化工業的產生呢 對人類帶來多大的影響 所以現在因為石化工業呢 才能夠讓整個人類的人口呢 目前超過70億 然後每一年大概只有7 用7千萬的人口再成長 如果沒有抑制的話呢 可能在30、10年之後 人類的人口呢 可以超過100億 那超過100億呢 一方面是石油本身的量沒有那麼多 譬如是石油所產生的遠生物呢 對人類的影響呢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看到美國在發展的石化工業 17年之後呢 他的癌症死亡率呢 變成是他的十大死因的第一名 那同樣的台灣呢 也是一樣 台灣在發展石化工業呢 17年之後呢 台灣癌症死亡率呢 也變成十大死因的第一名 所以整個一個石化工業的發展 他本身呢 除了對整個大氣是有很大危害之外 對人類是有很大危害 所以如果未來呢 我們希望地球能夠養活100億人 150億人 200億人的話呢 可能我們勢必要找出一個 不是石油的一個能源的來源 所以我們就想到呢 是太陽能 很多的太陽能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很多在全世界的國家 大部分都在發展整個太陽能 但是發展太陽能 他碰到一個瓶頸 就是其實 他一開始的整個價格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台灣的經濟 全世界上經濟都是很不好 所以德國他們整個太陽能的輔助 也減低了 然後台灣也是一樣 從過去呢 在穩溯電價呢 一度差不多11塊錢 現在降到7塊多 表示國家的財源出現很大很大的問題 那電費呢 一直在提高 在提高 從百分之 現在好像是一度3.6 公用電能到差不多5塊 5塊 那所以這個要怎麼去做這個政策呢 基本上如果我們人價格 現在很多的一個發電系統都希望說 發完電之後就賣給台電 因為台電的價格比較貴 差不多7、8塊錢 那我們使用台電的退用呢 差不多3、4塊而已 所以有一個電的價差 但是對國家整個來講呢 這個不是一條長久的路 因為台灣不是只有環保而已 我們的很多的建設 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治安 很多東西我們必須要去推動 所以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相信今天的整個停薪公司 雖然是一個產品的發明 但是我覺得它等於是投下一個新的一個不一樣的想法 就希望能夠用家庭智慧電也能夠即發即用 自己發電自己用 不用再輸電出去會造成很多電的浪費 所以如果能夠讓民眾能夠接受 在整個家庭裡面 就是自己發電 讓自己使用 我相信這個是未來一條路 但是現在家庭用電 我剛跟風機長也談過了 大部分是晚上的時間發電 因為大部分都在上班 雙心家庭嘛 雙心家庭 所以這套系統呢 它反而是在白天比較有用 所以我想未來可能 這個鐵慶公司要去做的就是說 我們白天也是除電 那晚上再把電流化出去 這個就解決一半了 但是這套系統 目前大概只是用在整個一個照明 空調 整個機器運轉的電量 可能目前還是不夠 這個有待未來的發展 那現在這個評語就是 我們的整個工廠裡面 可能沒有那麼大的面積 去做整個一個需要 機器運轉的一個太陽能板的一個發電 沒有沒有那麼大的面積 所以未來可能要新的一條路的人 是要怎麼樣 把整個太陽能板的發電效率 它是可以提高的 提高的啦齁 那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呢 我真的是謝謝 台南大學是這個 綠色能源示範大學齁 那台南市也是整個低碳的示範城市齁 我相信在結合提醒公司 這個理念 目前 我想台南市這個是非常的實實 那這是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是要經過 希望台電能夠再補助 這一方面的差價 現在一個K瓦 大概都八九萬塊錢 一個K瓦建設成本差不多八九萬 如果能夠台電的補助一部分 然後鼓勵這些 用這個補助的辦法裡面 能夠讓家庭裡面 裝這套系統 即發即用的話 我相信對公司 整個一個產品的推動 它是比較有立即的效果 比較有立即的效果 因為台電 它本身是花了很多錢 去買民間電廠所發的電 那不如就讓家庭 變成是一個發電廠 所以這方面可能要 中央政策的一個配合 那這個地方 我再度謝謝我們這個 台南大學在中央做了 很多很多的努力 我們也祝今天的這個發表會 能夠讓更多的民眾 了解提醒公司的苦心 還有對它的肯定 謝謝各位